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如何设定 EPCB Plus 首先必须Login Director的My Tax Login成功后可以点击右上方的更改角色 EPCB Plus操作必须选择雇主角色 点击后页面将进入该公司的雇主My Tax 如果你想分配你的员工来操作 EPCB Plus可以点击右上的Profile 在这里可以申请你想分配的员工 只需要把该员工的IC填上 系统就能辨别该员工的资料 确认无误可以点击提交申请 已分配的员工可以通过各自的My Tax 进入该公司的雇主页面 以便操作EPCB Plus 操作如之前提到的一样 Login My Tax选择雇主角色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EPCB Plus进入系统 这里就是EPCB Plus的主页 你可以开始把员工的资料 逐步输入方便往后的操作 必须先设置员工群主 这是方便那些有不同部门 或是想限制操作员工权限而操作 好比你公司有几个分行 个别分行 你需要分配不同的 分行经理来操作相对的EPCB Plus 你就可以分配个别分行的员工群组 在相对的员工群组里 可以加入个别分行的员工资料 贬击添加员工 把想添加的员工IC输入框框内 贬击添加 系统会自动辨别员工名字 你只需要按照他们的分行类别 添加到预先设置好的群组内 然后填上个别员工的资料 如联络号码 Emeo等等 下面还需要根据员工的情况 填上是否要Claim Child Relief的资料等等 请务必填上正确的资料 否则计算出来的PCB就会不对了哦 当员工的资料都填写完毕后 我们可以开始设置 和分别操作EPCB Plus的员工权限 点击左边的公司代表清单 设置个别员工代表操作的权限 如HR可以操作EPCB 添加员工等等 你也可以分配相对的员工群组 设置好了员工代表权限 可以在你员工清单里 选择该员工代表为 你的操作员工 务必确定选择的该员工 已经事先申请可以login 到该公司的雇主My Tax 如果你appoint Tax Agent 或其他非员工代表 来操作你的EPCB Plus 你也可以透过添加代表IC来添加 完成了以上的操作 就算完成了EPCB Plus的setting 下个视频将带你如何通过 EPCB Plus来操作PCB Submission 下回见